这个满被纹身的男人是地下黑拳场无敌的存在 只见男人缓缓上前 对着眼前数千斤的石柱疯狂输出 连续的重击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反倒是石柱竟产生了裂痕 最后一招直接将其踢得四分五裂 如此恐怖的战斗力瞬间让众人成虎 此人名叫唐坤 已统治拳场数十载 与之对战者都被除名忘 并放出了狠话 只要有谁能打赢自己 就奖励一百万 但想要挑战他 就要经过层层筛选 他可不与弱姬交手 简直是浪费时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美国拳王忍不了了 因为他不久前才以全胜战绩 在自己家门口夺冠 冠军头衔带来的虚荣性 让他膨胀的太快 是要前往泰国挑战唐坤 送上门的钱不要掰不要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无规则的地下拳坛 这将会是他的最后一战 作为经纪人的弟弟 极力的劝阻他 说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就算你要参战 起码也要先了解一下地下搏击 忠言逆耳 此时已经膨胀的哥哥 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他很相信自己的实力 他告诉弟弟 我这冠军可不是纸糊的 哥哥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 留给弟弟一打钞票 便转身离开 库尔特实在放心不下哥哥 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了泰国 当他来到地下全场 便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幕 面对眼前巨无霸的高手 哥哥的力量如同刮沙一样 直接被对方打得猝不及防 他引以为傲的重拳在唐坤看来 就是过家家 见拳头不起作用 哥哥又用上了腿 但唐坤依旧雷打不动 要知道上千斤的石柱 他都能踢碎 难道还会怕你这几两的力量吗 哥哥早已没有了冠军的风采 尽管哥哥有着不服输的精神 可是面对唐坤这样怪物级别的对手 属实是没有半点剩下的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不仅没有规则和裁判 更没有投降 直到战死为止 最后一招索猴送他领了盒饭 趁警方到来之际 对方便离开了此地 只剩下库尔特抱着哥哥的尸体 气不成声 他发誓一定要替哥哥报仇 随后库尔特便来到了唐坤的训练场 可刚进门就被守卫一脚偷袭 双方年轻力壮 一言不合就开始摩拳擦掌 可怎么都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守卫竟然也这么厉害 两人从里面一直打到了外面 库尔特见招拆招 一记旋风腿将其踢倒 在库尔特的一番努力下 如愿地见到了唐坤 而眼前的这一幕让他后悔来到这 唐坤只用了三招 上百斤的石柱便被粉碎 深夜 库尔特久久不能入睡 次来想去还是想要赌一把 于是悄悄地溜进了唐坤的房间 殊不知对方早有察觉 对方让库尔特开枪 这么好的机会却让库尔特白白流失 对方一把抓住库尔特的脖子 两招将其击飞 对方并未下死守 但是让其再练几年再来复仇 库尔特深知自己的实力 在朋友的引荐下 库尔特找到了当地的泰拳大师云顿 此人性格古怪 沉默不语 完全不像会功夫的样子 为了试探对方的实力 库尔特竟主动出击 可未曾想到 自己的一招于是竟被对方轻松化解 就这样又狠狠地挨了一顿揍 看到小伙的毅力惊人 云顿直言说 我可以将你功夫 但前提是你必须按照我的节奏来训练 库尔特心里乐开了花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要能为哥哥报仇就行 可他殊不知 一场魔鬼的训练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还在手势 下一秒就被两个美女绑在了床上 男人以为这是要玩花痒 可下一秒一根棍子静止打下 咋一大早就要挨揍呢 没办法 谁让他答应了按照他的方法训练 只好强忍剧痛 第四日早上的训练方法依旧变态 让他狂踢椰子树 以此来练习腿部力量 提升专注力 云顿让其远离女朋友 毕竟女人只会影响出拳的速度 更奇葩的是 云顿竟然让老母牛来牵引绳子 让库尔特半空凳自行车 以此来锻炼身体的平衡力 时不时还沉入水底 增加下轮子的摩擦力 如此奇葩的训练方法 也让库尔特口吐芬芳 而换来的却是被踢入水中 每天负重跑步百公里 自己也是骑车陪练 累了就停下喝茶 库尔特提出休息一下 云顿直接一拳暴击 在云顿这里没有休息 就像是你的对手也不会休息 库尔特继续负重跑步 鲁铁5000次 引体向上5000次 一天下来早已体力透支 经过疯狂的训练 库尔特进步神速 徒手劈开椰子 云顿亲自示范 轻松精准地将椰子逐个击破 可轮到库尔特时 因为反应慢被椰子砸倒在地 为了验证训练成果 库尔特将其待置移出拳管 要求三个回合击倒眼前的壮汉 以此来增加实战经验 库尔特心领神会 自信地走上擂台 可眼前的对手 可是UFC前重量级的冠军 奎兹 本想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 没有想到达里来得如此之快 在被奎兹一番猛烈的进攻下 库尔特才知道自己真是弱爆了 就当奎兹要下狠手时 云顿及时出手才救了他一命 将还是老的辣 次日好友光头搁起来拜访 得知对方是躺困的弟子 于是疯狂地刺激对方 年轻人果真火气大 一言不合就朝云顿发起了猛攻 云顿的实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直接将对方痛揍一顿 一番较量之后 光头哥彻底成了库尔特的陪练 就这样 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训练 库尔特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仅可以轻松地踢断芭蕉术 甚至能够迅速精准地击中目标 在一阵全身心的训练后 库尔特进步神速 于是便擅喘了唐坤的基地 向他发起挑战 一名卷毛上前领将 可库尔特早已金飞鞋饼 非常轻松地便将对手击倒 在击败连续两名高手后 库尔特也获得了挑战的资格 这是一场生死决斗 进攻欲十足的库尔特疯狂出击 可这刮沙一般的输出对手 纹丝未动 甚至直接站着让他打 随后更是一拳击倒了库尔特 训练了这么久就这点实力 你还是太闷了 库尔特一招一式都将被轻松化解 伴随着钟声的响起 第一回合结束 为了增加比赛的热度 裁判宣布可使用碎玻璃 只见唐坤将手伸进了碎片之中 手上瞬间粘满了玻璃碎 这一群要是被打中可不得了了 另一边的库尔特也粘上了玻璃碎 就让他的战力能提升一点 两人再次对决 但是力量悬殊还是太大 唐坤一把抓住库尔特 然后一记重拳打在他的腿上 疼得他凹凹直将 库尔特被逼入了墙角 在挨了无数个重拳以后 库尔特找准机会 一个躲闪划拳 这一下唐坤被伤到了 他非常的生气 立马还了一记重拳 库尔特还真扛揍 那500斤的鞭腿直击而来 瞬间打得库尔特猝手不及 骑在库尔特的身上一顿输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第二局的钟声再次响起 眼看迟迟未分胜负 裁判又增加了比赛难度 宣布双方可以使用刀具 在对拼了无数的回合后 唐坤趁机跳起一刀 打掉了对方的武器 库尔特奋力反击 手脚必用 可刚占据了上风 就被唐坤一脚踢翻 库尔特捡起了地上的武器 一刀划伤了对方的脸庞 对手再次被激怒 一把锁住了库尔特的脖子 正要将其一击必杀之时 库尔特突然想起 哥哥也是死于此招 赶紧使出所有力气 挣脱束缚 然后一个顶膝 一记旋风腿直踹对方 看来对方并不是无懈可击 库尔特越挫越勇 愤怒铁拳直杀对方 他要为自己的哥哥报仇 一记倒拔扯扬柳重砸对方 唐坤还想爬起来 库尔特完全不给机会 手脚并用火力全开 最后两击飞踢将对方击溃 就在胜负已定之时 对方不讲武德从身后偷袭 直接将库尔特推至围栏 想要一刀终结对方 库尔特咬紧牙关 一记重拳打向对方的脖子 用玻璃划开了对方的动脉 随后一刀将其封口 库尔特不如使命 为哥哥报上了仇 最后和美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他被抓进了监狱 并且在监狱里面偶遇了拳王泰森 述集已更新 点击评论区下方链接观看 好了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